香港的法轮功学员在10月1号举行国商日大游行 目前正值香港民众和平占中之际 在场的大学生表态支持 游行也让很多驻足观看的大陆游客感到震撼 约800人的游行队伍下午20从北角英皇道游乐场出发 见过乐团雄壮的演奏声响彻整个街道 两旁有许多图人观看 当游行队伍途经图螺湾、湾仔及珠环等闹事时 有参与太阳散学院的大学生表示支持法轮功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 之前在集会上也说 很多青年学子都支持法轮功 很躺在 守夜在中环的青年朋友 他们知不知道法轮功的真相 他们都知道 他们接受了真相的时候 就是你正式解体灭亡的开始 许多大陆游客第一次见到法轮功游行队伍 然后第一次看到这种 我是刚好逛街碰到 然后我就顺便拍一下 会会肯定会的 这肯定会看一下 因为现在说怎么说 你现在来说不能说去阻止别人相信什么 但是说你要有 也不能说去阻止 我说只要不违法 大家是做好公民都行 对不对 第一次第一次看到 在大陆看不到 是很惊讶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下领 135 11 11